中央银行委托台银制作了洋年纯银纪念币 预计要发行12万套 为了反映国际白银价格走势 定价是比往年更有竞争力 预料会出现抢购热潮 调供精细反射出闪亮光泽 栩栩如生的三只羊就刻印在钱币正面 背面的建筑物是一级古迹 金门秋凉宫母节效仿 央行发行局长施宗华 手上拿着今年准备开卖的生肖纪念套币 预计22号对外发行 以为扬年的生肖纪念套币 我们是维持以前的数量 发行公开发售12万套 发行日期是在今年的1月22日 也就是下礼拜四 我们也是采现场排队方式 委托台湾银行一人一套发行 售价是新台币1600元 强调今年总计有12万套 可以让民众选购 红色木直纹包装盒内 面额包括20元50元 以及100元银币 不像都有不同设计 由于美国联准会计划启动升息 加上近年来国际银价呈现下滑 央行最近三年在定价上不断做出调整 以前两年又低了200块钱 主要是反映了国际银料价格的下跌 希望民众喜欢提早到台湾银行去排队购买 一定要注意排队的秩序 反映贵金属走势 加上生产成本下降 央行寄出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表示民众抢购看准就是收藏价值 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升值空间 林志远 陈薇佑 台北报导